大家好,如是我問 我們交代一下,今天譚博變了不同樣子 瘦了的原因,我們講講 譚博因為很忙,因為他教書 時間分配不到,所以在眾多的節目裡面 基本上都停了,暫時可能大家聽不到他的聲音 有一點可惜,不過不要緊,節目我們繼續 今天我們講的有一點靈異 毛骨,毛這東西自古以來 真的自古以來有毛女 毛婆的毛,自古以來什麼都有 什麼地方都有 東南亞,中國的南方 苗族,南方多,楚國,春秋戰國時的楚國 甚至南美洲那邊都有,非洲也有很多 到今時今日都還有 有個特色就是他們多數是天氣比較溫月潮濕的地方 特別多這些 多蛇蟲鼠藝的地方 是的,可能是多毒氣、多蛇蟲鼠藝 或者是他可能有些特殊的能量等等 到現在都沒有辦法解釋得到 是的,你聽過什麼juicy的東西呢? Juicy的東西呢? 我們可以由歷史的大廚 你也沒有接觸過 我命 那不見在是不是? 我命 那不見在是不是? 也不要主動去搞 你信不信有這些東西呢? 我信有的 你信有? 我們中國的鼓字 古惑仔的鼓 我們中國很多人說整鼓的鼓 那個鼓字都很形象的 蟲字在上面 下面的氣名 是培養一種毒蟲 把不同類型的毒蟲 放在大氣名那裡 讓他們自相殘殺 沒錯,吃到差不多一條或幾條 特別毒的 咦?你的死症種在裡面 就是你了 是的,特別毒、特別強壯 然後利用這些特別毒、特別強壯的橙卵 然後將這些無色、無味、無臭的卵 放在你想害人的食物那裡 說起都很不幸的 這招真的很陰毒 他不小心吃了肚子 他在身體裡面枯化 咬死受害者的五臟六腑 然後很痛苦地死去 是 如果有些懂得作法的 甚至用他不同的方式 他在某個時段才膚化、毒化 都有的 他們落毒的人身上都有假藥 例如有很多傳聞 那些女生去到一些苗族地方 或者東南亞地方 看到那個女生很漂亮 那麼 追求他 你答應了他幾時回來 好了 你就答應了他幾時回來 咦?未到 你就糟了 這次糟了 是的 這次糟了 那麼 科學解釋的話 就是說 這個女生有能力 令到那種毒蟲的卵 在她身體 是屬於 潛床 在她身體裡面 處於一個叫做潛伏期 不膚化 那麼 那夠鐘 你還不回來 這樣才會膚的 那一膚 你就 哇 痛苦了 我們講偏少少 就是我常常都叫人看這個 叫做 《 Monsters Inside Me》 它是一個Documentary來的 但這個Documentary 當然是邪惡的美帝拍的 就是世界各地 但很多其實是你猜不到的歐美國家 他們遇到一些奇怪的蟲 寄生蟲 可能你走去露了一個型 我聽過一個很恐怖的 拉遠一點點 就是 她走去露營 這樣 就覺得被東西咬 這樣就咬咬咬咬 咬完之後 沒有東西的 回到美國的 回去之後 隔了整個星期 就開始發燒 周身不妥當 很癢 而且她覺得癢 不是一個地方癢 而是所有皮膚下面 都有東西在爛 接著她不停地咬 她拋得皮膚血流 但都看不到什麼 再隔多一段時間 她不斷地看醫生 醫生不斷地說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給她消炎藥吃 吃了 但依然都是這樣 而且她痕越來越嚴重 直到她發現 皮膚下面有一個個 好像籠包一樣 一個個泡 這樣生出來 接著看到泡 裡面有東西移動 就是那些蟲 在皮膚底下孵化 然後有一晚 她睡著 有一個 爆開了 有蟲生出來 這麼恐怖 簡直是異形 但她不是爆肚出 她是皮膚的面積 有無數多 有相片 很恐怖 所以這個 可能她就是那晚去露營 其實她是跌入了一個女兒 然後被人落出港頭 只不過她在故事裡面 不要說出來 會不會 我還想 會不會是呢 因為美國比較少聽到這些 多數是 但其實那個 古文明 即他們本身 他們的 紅印第安人 也有 有有有 每一個地方都有 包括很久之前 我一八十年代的 巴西的民選總統 上了又沒多久 都未上任 有人說 你七十幾歲 當選總統 行不行 她說 怕什麼 鄧小平老過我 當時民黨八十幾歲 是的 她說 寸了 然後沒多久 突然說 有病 然後又死了 有人說 她被人落了降 因為南美洲據說 很多這些 會不會因為降頭 牽涉到政治 這個沒有證據證明 不過在中國古代 真的有 是 一個很出名的例子 項武帝 我們上一集 在《決戰中環》 我們不是說 王后吊頸的 是的 這個王后真的吊頸 是的 魏子夫 魏子夫很出名 魏子夫本來是一個歌技 魏武帝不論出生 美麗的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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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王后 在她姐姐的虎弟裏 看到她的歌舞表演 愛上了 愛上了 後來變成王后 到了武帝猛年 那時候魏武帝也快死了 身體健康當然越來越差 魏武帝很迷信方術 怪力亂神 身體越來越差 她經常疑神疑鬼 覺得有人想害她 身邊的奸神 又經常有人向你做鼓 弄鼓你 魔術等等 她越來越信任這些東西 剛好後宮的妃嬪 就要爭寵 很多人知道她信無古 做很多鼓鼓掛掛的魔術 希望吸引武帝來寵恨她 亦向其他競爭對手 施魔術去詛咒對方 結果 整個當時的王公 叫美揚公 都亂了大龍 周圍都是 這裏有鬼 那裏有古 這裏有武 後來武帝不斷成日 找人稱這些蒙古 牽連的人 都要數以萬計 後來漢武帝 重信了一個 我們現在叫奸臣 江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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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罪了太子 太子 做了很多年太子 武帝長命 而且太子是名正言盡的 因為她是媽媽 為子夫 為皇后 為子夫 是她的生 因為通常 中國歷史上是這樣的 立太子做了太久 皇帝太長命 就會有權力鬥爭 因為太子已經準備繼位 他已經慢慢在他身邊 形成了一群眾臣 隨時準備繼位 而皇帝還沒死 老皇帝還沒死 那他身邊那些 又有另一群人 其他大臣 人兩邊都不能得罪 因為這是現在的皇帝 將來的皇帝 結果 中國式政治 對 中國式政治 會形成一個很錯綜複雜的權力 慢慢形成一道權力鬥爭 武帝重信江聰 江聰想乘機陷害太子 因為怕武帝一死 他就陷家富貴 他就說太子武漢皇帝 然後武帝就找江聰去美央宮 和長安周圍手掘這些無古的證據 江聰本身是一個術士 我們叫做方氏 他本身是懂事 我們經常都笑人家 我問你怎麼搞的 你媽媽怎麼會被那個陳蜜聰騙的 你這麼聰明 你英明神武 你老公走了 你都可以繼承個皇朝 生意 Empire 可以經營得有聲有息 千多億身家 你怎麼會這麼蠢 但我私底下聽過人來說 其實這個陳蜜聰是有辦法的 陳蜜聰在這麼多年裡 除了按摩有一手之外 他有一些方法 是幫這位媽編 當時排休解難的 我舉一個很快的例子 就是說那時候 很多內地的人 又說自己是誰誰的 你明白嗎 知道 誰誰的親相 總之有關係 對 我就可以幫你搞定這件事 你不要以為是那時候的 大陸和現在香港才是這樣的 是今時今日都是這樣的 是啊 我聽過一些很有錢的大企業家 在內地有些事不如意 都經常都會有些內地的人 自稱他不是官員 他就說他是誰誰的派來的 我是習總書記的幕僚 其實我們習總書記就知道你受了委屈 不方便當面幫你平息這件事 不過 現在我可以這樣做 你過著行使 我們需要一個行政費用 數以一計 很重要 想當年媽媽 enjoying 遇到這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有人來到 自稱是鄧魯的人 鄧魯的人 鄧魯的人 那時候 很簡單 你有這個需要的時候 需要就會被利用 這個需要的時候 有需要 他需要有需要 需要 官司, 增產風波, 我們可以安排給他們勝算, 沒問題 但是我們祖國就需要你的貢獻, 你知道我們現在發展經濟 我們需要很多的經費去為人民服務, 籌組不同的經驗項目 當然要他大筆, 兩三億, 但如果贏了官司, 千多億, 如果是真的, 當然可以給 據聞, 媽邊就很頭痕, 媽邊就覺得怎樣 如果是真的, 我不給他, 但我輸了這場官司 講到有文有露, 中南海出入, 很熟悉 鄧老又怎樣怎樣, 跟了他幾十年, 家臣來的, 鮑醫家勞來的 但是呢, 如果他是假的, 兩三億都是錢, 大佬 我有錢就有錢, 我給那班劉英的律師團隊, 都不用給那麼多 那怎樣呢, 這個時候據聞呢, 陳蜜聰呢, 陳蜜聰呢, 就跟他說 沒問題呀, 小姐, 我幫你解決啦 以為他作法幫他解決, 原來不是 就是呢, 再下一次, 跟這個人, 鄧老的家臣, 自稱, 見面的時候呢, 就說 啊, 啊, 沒關係, 可以, 可以, 沒關係, 我們請安排好了 啊, 那個便, 你已經打個電話給鄧老讓我跟他講說 birn k 表示我們成立, 然後呢我們下次上去中南海的時候 我們有機會可能拜訪一下 嘩, 你那麼神奇, 他你 невendor 聽到 是的 stabns 那位朋友, Значит, 鄧老正在盲, 不方便接電話 這樣子這樣子被crypt 這樣就。。 然後陳聰聰說沒關係 燈樓睡醒了 休息好了 心情都好了 我們在聰電話 你知道 錢那麼多 我也是按組織的意思辦事 所以你給我打個電話過去 我要親自交代 讓我老闆安心 錢已經安排好了 我們立即準備過訴 你等鄧老方便 我們通過電話就可以了 鄧老當然永遠沒有出現 錢永遠都不用過 趁機也拆穿了 原來這傢伙是壓人的 所以媽邊就對陳聰這麼信任 並不是單純他懂得變一下東西 叫你銷一下銀子 我相信江聰也有點兒子 江聰 即是說回江聰 待會你說這位陳聰 我們還可以再跟進 有陳聰也不是有江聰 不是另一個電台主持叫陳聰 剛才說到江聰 接到老皇帝 漢武帝的命令 在尚未央攻 長安搞到翻天覆地 而他就說 他沒有抓到人 就嚴刑敲運 一定要逼他攻出江聰心目中的對頭 把所有罪名押到太子那裡 然後就說在太子宮中搜出最多蒙古的公仔 太子就想向皇帝申訴 但當時皇帝就向金泉宮 而不是在美揚宮 被江聰的馬仔隔絕了 江聰迫於無奈的時候 太子迫於無奈 就把江聰先下首位強殺了 誰知道武帝在江聰其他黨羽 就向武帝說太子起兵謀反 對 即是江聰也對 你殺了江聰 現在還謀反 就立刻叫丞相帶兵進去 要逮捕太子 太子釋放囚徒 跟武帝派來的士兵對抗 結果在長安混戰了幾天 死了很多人 最後太子逼出走 然後帶了母帝的兩個皇孫 太子兩個兒子出走 最後也是自殺 這個時候她的母親 即是慧子夫慧皇后 也是逼到自殺 之後過了一年半載 漢武帝覺得最悔了 其實我很好奇 他如何後來會找到 漢武帝也是中國歷史上 叫做英明神武的君主之一 我覺得中國歷史很慘 很慘 這麼長 但是你說英明神武的皇帝 也算了他 也算了秦子王 唐太宗 你算了這些 都是一隻手 五個 數一數幾個 而且都是暴君 根本是暴君 即是他們都不是 你說為何清聖祖康熙 他用個聖字 他的廟號可以 因為他真的沒有瑕疵 他的生命裏面 但是你說過唐太宗 是殺自己的兄弟 逼自己的父親退位 是吧 漢武帝不用說 老婆兒子被逼死 是逼死的 是因為形勢而令他死 那秦子王不用說 就是秦子王 全家都死了 對 全部死了 但是漢武帝為何 還有很多粉絲 我們這樣說 就是他都會反省 是 比起今時今日 或者過去幾十年 你明白了 好的原因就是 他後來下輪台 聚己之召 是 即是他自己反省了 他知道自己錯了 而且他也勇於承擔他的錯 是 包括他的浩大喜功 是 窮車屬母 周圍打 打到兇奴走路 這個算不算是他的公職呢 都算是 但是at what cost 我們經常都說 代價是甚麼呢 其實兇奴經常打你死的人 比起你這樣打他死的人 其實未必條數是圍得過的 這樣 但是 起碼他先反省 是 但是我很好奇 就是他怎樣後來知道 江聰是奸太子是宗 因為江聰殺入長安 周圍刮蒙古 製造太多太多的冤案 而這個冤案的最大冤案 冤案之中的冤案 就是太子 江聰死了 太子又死了 那些冤案一路一路蒲頭的時候 便觸到母帝了 因為我自己的兒子也是最大的冤案 那我要平反的時候 他都會考慮自己的感受 所以最重要就是要動到自己 等於文革 為什麼老人登上來的時候 他要馬上全部否定 因為文革能動到他 如果受害的人 不是母帝的皇家 而是其他一般平民 可能這些人就算數了 死幾十萬百姓而已 小事 那時候因為這件事 我們說無古之亂 是死了很多萬人 不是千萬 頭尾四十幾萬 是呀 很多 他因為 起兵 互相殺的時候死了很多 之後牽連的人也是太多太多 後來母帝自己也是追悔 還有這件事裡面 有一個很有趣的點 就是江聰他不只是 純粹跟太子有嚴規 那麼簡單 他也是一個政治投機 因為那時候 漢母帝經常自誇 就是他六個兒子裡面 他經常自誇 就說劉忽寧 就是他最小的兒子 最像他 他甚至也有說過 太子自不類父 就是兒子不像我 就是沒有我的霸氣 沒有我的英明神 總之不像樣子 他很喜歡他的小兒子 那時候江聰那種政治投機 就在於他覺得 如果我可以幫助到 廢納 廢納 我就是功臣 因為反正太子已經不餓了 而那時候 劉忽寧 後來他是繼位的 因為太子真的死了 劉忽寧繼位 他媽媽歐兒夫人 當時已經是最得寵的 因為似乎老了 他雖然是貴為皇后 但他已經什麼都不理 亦都不濫權 雖然是外戚 他的家族 惠青 即是他哥哥 好像是他弟弟 他弟弟 惠青是惠子夫的弟弟 大將軍惠青 另外還有霍去病 這些全部都是藤棱瓜 總之 漢武帝身邊的眾臣 外戚 但他們不是專權的 很奇怪 不算是專權的 或者 因為武帝 因為他的帝力太強 他都專門不是這個權 是的 所以這個困難 我不知道 其他國家 西方社會 外戚專權的情況 是否嚴重 但中國從來就是 對不起 我的貓令到很憤心 他們都在打架 我現在很怕他們跌下來 就是 他的情況就是 你看到下面的神子 為了討好皇帝 你最近喜歡這個多些 那我就想辦法 可不可以令到他 成為下一任的主子 你已經搞了這麼多事情出來 其實 不只是中國 包括中國的權力 滲透到的地方 包括韓國那時候 都有這樣的事情 是的 所以這些是 總之 後宮 就是一個 一個朝代 一個國家的禍亂根源 其中一個 就是慘 又跟女人之間 也不可以說跟女人之間 其實就是男人自己衰 你好適 你搞這麼多妃子 你幹什麼 生孩子 喂 紫禁城裡面有一道門 有千英門 後宮那邊 有千英門 就是生一千個BB 要很多BB 是的 那就確保他有子字 因為不是 每個人都養得大 也不是每個人都聰明 但問題是 其實你只是皇親國戚 之間的那種殺戮 是自古以來都不斷的 是的 你說自古以來 剛才說過康熙 他幾乎是一個 沒有瑕疵的皇帝的本人 他本來 他永遠搞那個儲位之爭 是他一生最大的痛苦 也是跟這個蒙古有關 他多子女 大哥 五十幾個 是啊 但他呢 康熙的太子是第二子 一生出來 皇后就死了 他很愛惜這個弟子 加上他是皇后生 所以一生出來就立了太子 印堤 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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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皇掌子 一直想踢走這個太子 因為太子沒有了我就是皇掌子 後來被發現 原來就向他絲無無術的嘴咒 是嗎 是 就揭發了 被康熙揭發了 康熙生氣起來 就立即把皇掌子廢為樹人 是 永遠不能夠平反 到雍正 到雍正 雍正 雍正 乾隆繼位 乾隆繼位之後 乾隆皇帝繼位之後 也有很多 幫雍正身邊的兄弟平反 甚至隱形也受到釋放 王十四子也受到釋放 但是 皇掌子 已經落過 向當年的太子 落詛咒 永遠不得平反 但是當時的皇掌子 都不是很下場的 他後來也繼承不到 繼承不到 他廢了樹人 永遠休禁 永遠休禁而死 其實不止這兩個朝代 每一個朝代都有 宮廷裏面那種 那種 表面上正敗孤明背後 哇 恐怖到不得 你有大的權力 還有大的利益 就自然有這麼多恐怖 但是為什麼蒙古這麼吸引呢 就是因為 是假手於人 第一 就是說 我不用自己 去背負一個叛亂的風險 簡單來說 很簡單 就是你不讓人識穿 你什麼事都沒有 你明白嗎 神秘嘛 神秘嘛 我謀反的話 我還要勇兵自重 我還要立家餐 這些是遮不了的 人要養的 我要給錢 而那個錢 是每天一天三餐的 還要養這麼多 食客三千 我要養他們 錢是天天消耗的 還有呢 還有呢 兵器庫 你以為沒有人看到的 是不是 放在哪裏 兵器透明的 但是呢 如果有一個巫師 一個巫女 她要多少 我給她 你明白嗎 你要多少 比起你要養這麼多的軍隊 少錢 少和安全 安全 如果大不了 你明白我殺了她的臉 是嗎 是嗎 如果她幫我下股 而後來 真的見效的時候 我就把她賭掉 是嗎 她不見效 我還可以繼續催谷她 是 還有你要記住 下股的人 她本身是有勢力的 這個巫女 亦都 是一個巫師 亦都在她的淫威之下 臣服的 所以她會覺得她有勢力 按這個巫師 而這個巫師 不敢不聽她的話 而這個代價是她給得起的 這個銀子 當然被人揭發了 是另一回事 我講一個鄰近地區 就是韓國 亦都是這個 當時實行一個儒家思想 就是韓國最後的王朝 李氏王朝 當中有一個很出名的三大禍水 叫張熙殯 張熙殯的故事其實是很引人入勝的 因為她跟中國的武則天 跟上的叮噹碼頭 很簡單 你想像一下 如果 我們在說現在的卡米拉 查理斯王子的卡米拉 如果卡米拉可以 由平民升上重票 你不要先當一呼一聲 你當是古代 升上重票 然後可以逼到大安娜退位 很嚴肅 很甜蜜的大安娜 逼到大安娜退位 沒有瑕疵的大安娜 然後自己坐正做了皇后 五年 然後再被皇帝廢回來 再請大安娜做皇后 你想像一下她整個人生 她是很多知多彩的 這個張熙殯 簡單來說是怎樣 她當年是詛咒皇后 的確是詛咒皇后 在什麼時候呢 就是在她自己做了五年皇后 之後 被皇帝踢回去 你做貴妃 那時候叫欺笨 為什麼她不能叫妃呢 因為中國有妃 那時候的韓國 是中國的附庸國 所以她不能叫太子 只能叫世子 世子就只是笨 世子笨 她將來做了皇帝 世子就是太子 即是儲君 後來她做了之後 她的夫人 原配都是笨 笨 然後就有不同的屬縣 以前是唐朝的制度 她近似 近似 好像是明朝 我一時不記得 她的李氏朝鮮 是比較近似明朝 那些衣服都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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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公弄了另一個女人 你怎會沒有道義 但是她包容 大體 她雖然生不出子女 什麼都沒有生過出來 但是大家把所有的集中力 就覺得是張禧笨 不好 因為張禧笨實在太過迷惑 皇帝 張禧笨本身 如果你再看下去 她都很慘 她為什麼很慘 她是一個政治的工具 那時候兩派的鬥爭 在宮廷裏面 又是這樣 中國式政治 雖然是韓國 但是又是那套系統 移了下去 移了下去 第二個國家 按演重演 太后和太皇太后 即皇帝的老母 和皇帝的母親 是不妥的 婆媳關係 不妥的 皇后 是母親選的 人顯皇后 所以皇帝不喜歡 你先不說你美不美女 你明白嗎 總之我不喜歡 因為我母親選 很簡單 這種 怎麼說 以前的媽媽爸爸的 那種arrange marriage 往往都是 侍奉家姑 生兒子 沒有愛情 她的角色就是主持家務 普通人 庶民家主持家務 生兒育女 照顧家姑 你要愛的 要愛情的 要有愛情的 就是妾 皇帝一樣 就是她們選了一個家世很好的 媽媽選了 就是人顯皇后 但是媽媽呢 就知道有一個很漂亮的女孩 就是張禧笨 後來的張禧笨 即是當時叫張玉禎 她的本名 就把她納入宮 就放在自己的宮殿裏面 做近身侍女 當然是放在近身侍女 因為孫仔會來探她 孫仔來探她 就會看到 一看到 我先出去 那你們就出事 最好搞出人命 就用這個方法 希望能夠爭寵 就把他的注意力 因為你後宮皇后之首 就已經被她的死人媳婦 搞定了 那怎樣呢 她是一個老太婆 她又想穩定自己的權力 在皇宮裏面 她就把一個小女孩出來 那小女孩果然 孫仔一來到 果然就是 余阿麻所尿 就要盯中了 我先出去 搞 沒有出人命 不過很疼愛 很喜歡 兩個很愛 愛到 阿媳婦 就是當朝太后知道了 當朝太后覺得 你真是 搞錯 大哥 我幫你選一個老婆 身家清白 又嚴熟 又大體 你居然 要別人 獨守空位 我的貓很生性 突然之間 很生猛 你現在就是 寵恨一個宮女 你這樣的寵恨法 遲早有 她有了 你將她立了 做妃嬪 後宮 拆封了 那怎樣 你明白嗎 那便直接威脅到 我假的人 是吧 到時太皇太后 就是我婆婆 我最討厭那個 她就有地位 她不讓事情得逞 那太皇太后 就將這個 張禧笨 那時的張若貞 趕出宮外 趕到外面 你趕到外面 你趕到外面 就無法回來 怎樣回來 你在外面 我怎知道 你發生什麼事 而且你出了外面 就沒有人保護你 我找人堆壞你就可以了 是吧 但是你真是想不到 太后一死 皇帝就接觸她回來 六年 六年都念念不忘 這些是真愛 真愛 不是類似 唐太宗死了之後 趕到母執筆後宮 趕到錦葉子出家 然後她的兒子 李治就接回她 哎呀 這些是真愛 真愛 真愛和嫌不延肅 是兩回事 對 真愛不用延肅都可以 我經常見到 很不延肅的女人 老公很愛她 她接了她回來之後 就拆封了 一路拆封 而這個女人 在宮外這六年 是受盡委屈的 據聞 在野史上就說 在這六年她受盡委屈 而因為這樣 她就立心要回去 當然也有太皇太后的勢力 暗中保護她 還有一些所謂的忠親 即是那些皇叔叔那些 叫東平君 一直在暗中照顧她 還有不停在皇帝面前提醒她 那些 確定那個偶段思年能夠繼續 接了她回去之後 拆封她就用很多政治手段 去培植她自己的人 張希殯 後來她生了那時候 宿宗唯一的兒子 但是皇后是另一個 兒子是妃嬪所生 那他不應該是繼承的 因為她是樹生 她不是的生 而是樹生 唯有廢了皇后 皇后無後 她生不到 而這個妃嬪生到 而那個妃嬪那時候 張希殯已經是僅次於皇后 即是一人之下 順勢將皇后移除給張希殯上去 那她的兒子便變成皇后的兒子 那便變成祭子 但是她上去之後 其實男人衰 你說得對 就是怎樣呢 當她自己最喜歡的女人的寵姬 成為皇后之後 一到那個位便糟糕了 皇帝便可以喜歡其他人 貴人 常在那些 正常的 做了皇后 身份不同了 你便多了很多人 武儀天下 沒有那麼好玩的 男人的心很野性 是的 妻不如妾 你現在妾變妻 不要玩的 那她便搞別的 搞別的的時候 哇 很生氣 因為你搞不搞 你搞一個洗衣妹 洗衣房 一個工人 她過地搞了她 她還要有了 哇 她生氣得爆炸 然後 後來她還要找到 原來這個洗衣妹 是以前的人顯皇后 被她逼走了那個 是宮外那個 的人 那我就怕死了 你這樣下去 你待會再講一句 多幾個枕頭狀 她接她回來 那怎麼辦呢 然後就用這個酷刑 對這個女生戴著肚子 對她施展用這個酷刑 那皇帝覺得 嘩 不行 你以前未當皇后的時候 不是這樣 你現在可能變了 然後加上那時候的政治壓力 大家都要求 接回舊的人顯皇后回來 那她便因此而失勢 她失勢了之後 喂大哥 以前我是皇后 我做了五年皇后 現在你居然要我屈居人下 她受不了這種委屈 她就在自己的宮殿 後面搭了一個房間 請了一個巫女 日日咀咒人顯皇后死 她一心以為 人顯皇后只要一死 她一定會做得回 誰知道 東昌司法 然後就被人刺死 在最後 人顯皇后是死了 但她自己也死了 居然就是洗衣婆 那個女人 洗衣服那個 成為了下一個太后 因為她的兒子 真的成為了下一個皇帝 命運記是很難說的 而且我自己感覺到 用無股害人 很多時候都沒有很下場 即使你一時間成功 但是幫助你的無股力量 是不會白白幫你的 是 我們先舉回 剛才你說陳蜜聰 我那時候 看到她說 這麼奇怪 挖個洞 大洞 大洞在那裡 扎著那些公仔 我聽到我都心慌 你在那些公仔 有沒有做過什麼手腳 會不會 是否純粹說 好玩 我們就把那些公仔 挖個洞 用這麼大座的大廈 挖著東西 扎下去 那些人又在那裡問 一個媽鞭 這麼有錢 這麼聰明 很聰明 照計 怎麼會這麼容易被你控制 你說媽鞭 還要給你這麼多錢 到頭來 一個這麼快就去了 另一個就坐牢 有時候想到 其實很多時候 你借用太多這些力量 到頭來一樣 無論你得不得到你想要的結果 你贏了官司 另一邊幫你那個 又拿了一大塊錢 但到頭來的貨 一樣燒到你那裡 你以為家家戶戶 都得益 他贏了官司 另一邊商 就賺到盆滿撥滿 一家便宜兩家著 但最後一個坐牢 一個早勢 一個早勢 比他加工 人人以為他加工差不多一百歲 拖到官司拖到他去世 你便搞定 誰知道他還早死過他 贏了官司之後 很快就死了 你可以怎樣解釋 而且他是早的 因為那月六十歲 比較少 不算長命 不算長命 然後有他的朋友介紹他去印尼 去拜一個神像 他說神像有一個像地 應該可能是印度教那類的 但不是伊斯蘭 就是說要生兒子 但是生兒子要許願 許什麼願呢 是六十歲 生兒子 我給他兒子 結果沒有多久 他老婆真的生兒子 不過他沒有去還原 為何給他兒子 他可能完全沒有想過 他沒有想過 總之我只是很希望生 結果他還原之後 他沒有還原 沒有還原 就有一些力量 來跟他說 你 許了完之後 沒有口齒 現在我不單止要你兒子 你老婆我也要 最後呢 兒子一齊沒有了 因為有些事 他倆一起死了 所以就 這件事 男人通常就 很介意兒子沒有了 但通常不介意老婆沒有了 老婆可以娶過 因為 你有沒有發覺 張子強也好 誰也好 那些出名的綁架犯 永遠是綁長子 綁兒子 不長子也好 總之是兒子 他不會綁老婆 因為綁老婆 怕那個人不熟悉 儘管撕票 我不要 怕那個人不是得寵那個 因為有錢人可能有很多人 是啊 老婆死得最好 大哥 可以娶那個人 男人的所謂三寶 是星官發財死老婆 你有沒有聽過 還有這麼有錢的 很多時候 娶個兒嫌熟得 你幫他管住頭家 管住子女 在外面 我另外找一些真愛有 什麼都好 好玩很多 你說起皇室玩的 乾隆皇帝也是 誰知道洗婆婆 夏江南有很多時候 乘機去找歌妓追求女 宮廷裏面太多規矩 不好玩 走兩步路 公女都要講規講句 然後他找他的女婿 找他的女婿 幫我找幾個歌妓上船 後來東昌事發 被皇后看到 這些傳說 乾隆皇帝有很多傳說 皇后激到爆炸 醒來和田隆皇帝吵 吵到最後夫妻反目 皇后自斷 自己斷法 結法夫妻 結法夫妻而自己斷法 這真事 斷法的意思 即是說我和殷段沒有離婚 因為皇后 不能離婚 對 影響知事太大了 我覺得這些雖然是惹事 但我傳聞是比較相熟 因為以前皇帝吵 這個人經常下江 江南的女生漂亮很多 另外說起古 剛才我們那些材料 蟲蟲 剛才毒蟲、毒蛇等 毒蜜之外 還有一些咒語我們不懂 還有一些我聽過比較特別的 就是屍油 我們講的生仔 你也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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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就是一個巫師 找一些未生仔之前 已經去世的大肚婆 一絲兩命 對 連連有詞 然後 死了的大肚婆會隔起 然後她會拿一些器皿 拿一些蠟燭或燈 燒下巴 然後她會在鼻、口等地方流出一些屍油出來 她收集了屍油 成為一種非常珍貴的無術材料 有其他補充嗎 有 可以補充 其實泰國 現在所謂的佛牌 讓我補充一下 技術上不是佛牌 因為佛牌的開始是怎樣來的呢 由來就是寺廟 因為出家人有戒律 她不能夠賺錢 但是她的寺廟是要維繫的 大佬 裡面又是說 你閒地是幾十人 終於等大小是幾百人 燈牙火蠟 是的 隨時過千人就大一點 那些寺廟 那不用吃什麼 人家一天三餐都要吃 那又不是那麼多人 因為現在是末法時代 真的要供奉寺廟 供奉出家人 我們要想辦法籌期 簡單說 錢從何來呢 不如我們弄一些小的佛像 隨身的 給別人戒的 這樣容易流通 為什麼呢 如果你弄一磚大的 家裡已經有了 你明白嗎 而且家裡大的 家裡可能一磚就已經夠了 但是小小的 你可以打很多個 所以她就弄一些小的 這樣 這個是開始 幫助寺廟維繫 她的經費 後來 一些巫師 泰文叫阿讚 有白衣阿讚 黑衣阿讚 黑衣阿讚 白衣是正當 所謂的正當武術 黑衣阿讚 就是黑武術 很簡單 可以猜到 他們就照版煮碗 你弄佛像嗎 真的是釋迦茅利佛 弄佛像嗎 我又弄別的 我弄不同的 奇怪的鬼神 不是鬼神 包括可能是她自己 朋友的鬼神 可能她自己有一個 所謂的大靈 大靈就是鬼 簡單說 女大靈 男大靈 女鬼男鬼 就放在這裡 這樣就供奉了 接著就用她的骨灰 哇 接著去混合一大盆的泥 然後拆拆拆拆拆拆拆 拆完一堆之後 你每個人到來請 接著她有個咒 因為她的咒 就是用來控制她的 那隻鬼 她跟鬼溝通 她叫鬼做事 她就要念她的咒 即是老闆叫你 老闆叫你 老闆叫你 她就把那個咒 給予那些人 那就可憐了 那隻鬼 慘死了 都被人奴役 生前做的不夠 死完還要再做 就被那些 所有請了好牌的人 去奴役 因為任何人唸她的咒 就好像孫悟空 被唐三壯唸 在唸孤咒 他立即要到 立即要幫你做事 那這個呢 但是你要明白 如果你不是拿著她的 所謂身體一部份 的話 她真的可以理你 是嗎 你想一下 一個咒 那我通街派也可以 我放在Facebook Internet 所有人都看到 那我怎可以認你呢 就是因為你拿著她的東西 正如我們偉大的議員 有很多巨民 都是被人拿著這些東西的 所以就 哇 等如念咒 是吧 西環一出聲 叫你投啥你就投啥 叫你說啥你就說啥 因為她是念咒 因為她有東西在她手上 但是我們偉大的議員 他們被人拿著那些 可能是沒有穿衣服的照片 那些 是的 或者銀行戶口紀錄 那些 但是呢 這一班很慘的鬼鬼 他們被人拿著的 就是骨灰 屍油 可能骨頭 頭蓋骨 這些 這些部分 或者是乾絲 乾絲 簡稱是滷骨 真的叫滷骨 尤其猛的就是BB 這個 是的 我見過的 是否俗稱叫養鬼仔 養鬼仔 很多概念 道教都有 道教叫柳靈童 說說BB 是的 你說泰國那種養鬼仔 本身其實不是不好的東西 是好的 英靈 因為很多人下了BB 很多人墮胎 不要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 那些鬼魂通街飄 很慘 小時候 他又不懂得保護自己 又被大鬼欺負 就像你想像一下 你在一個黑社會的球場裡面 踢球 那些鬼就是這樣 那些BB 就有一些真是出家人 說不如你們住進來 住進來寺廟裡 我保護你們 讓他們有個落腳的地方 是的 有香火 有落腳的地方 不用被鬼欺負 後來很多人住進來之後 那個出家人 那個和尚 就做了一個公仔 讓他們住進去 OK 後來有些善信 就來 就跟師傅說 師傅 我做生意很困難 那些人很困難 那些人很困難 師傅就說 你帶回去 你好好對他 當他事如己出 親生小朋友 他會幫你的 因為畢竟 鬼神是有神通的 他的確是可以做到一些 人做不到的事情 如果你相信的話 OK 那這樣就很厲害了 那在什麼情況之後 大家會相信呢 據聞這個師傅 他做了第一批 那時候 泰國的寺廟都是木的 而且他們不是在石屎地 他們是寧空的 架空的 因為怕水浸 怕蛇和鼠蟻 還有下面可能會養生畜 那些地板一邊走一邊走一邊走 據聞呢 那時候 有皇室成員 有記者在場 就擺了一些古曼筒 就是金銅子 擺在地上 但是那些人走來走去 全部都倒了 但是時間到了 沒有時間 逐個逐個站起來 一幾十個 整百個 這時候 那位師傅就唸一唸 這樣唸完 全部押起來 傳說 很多人見過 全部積起來 這樣 那些人就覺得 哇 很厲害 爭相請了 爭相請了 但是後來呢 又是 那些白衣的師傅 黑衣的師傅 即是巫師 就將他們 用其他方法去製造 哦 是的 如果你真是出街人做的那些 所謂的古曼筒 就不會有骨灰呀 絲油呀 骨頭呀 那些 但是那些 額站做的那些 那些 那些巫師呢 尤其是黑衣那些 黑毛術那些 就越恐怖 越厲害 是 他要厲害 他要你有反應 你最好看到 嗯 是啊 我聽過養鬼仔 好像是要有些東西去餵養他 最恐怖 我聽過一種 是要用自己的血滴下去 呃 泰國那些 不可以的 泰國那些 說得不可以的 如果你滴血 他會有反效果 會反誓 但是 道家的柳寧同志是餵血的 哦 而最恐怖 你聽過最殘忍的那些 就是 他會 用一種 我們叫陰陽水 嗯 沒有根的水 就是天雨滴下來 嗯 未碰到地 或者露水 就是一個 combination 陰陽有兩種 然後 組合之後 就用那些水 在門尾上面 就是門框 畫個符 哦 大妻子走過 她就流產 哦 是的 死了 難產 難產死 然後那個師父 就會一直跟蹤 因為她寫了 就是搏大妻子難產 然後她就知道她撞邊 然後生死 就去滑她的粉 滑她的粉 滑她的粉 一滴屍油 嗯 不過呢 你以為我講這些恐怖嗎 我告訴你 更恐怖 你知不知是什麼 是大陸 鄰近地區 那些喪葬業者 將人類的屍體 的屍油 買回給餐飲業 哦 聽過了 嗯 斷正過的 我不是危言所聽的 他這些又不是什麼無術 是 但是純粹呢 就是覺得有錢賺 對 什麼都亂來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啊 這些真是 這個呢 就是古代都有的 它叫做 道紫河車 是 紫河車就是 胎盤 本來是刪了出來 就沒事 但是道紫河車 那時候就有一些 特別恐怖的人 就覺得 直接由孕婦的肚湯 新鮮 才叫做新鮮和月曆最好 啊 啊 想不到現在的 就比以前更恐怖 因為現在道紫河的人 越來越更多 嗯 加華以前還有道德規範 現在整個社會就沒有了道德規範 上面其實要說無神論 黨員入黨要宣誓是無神論 但是呢 所有怪力亂神的東西都出來了 據聞很多高官呢 自己又擺很多古靈精怪的陣法 不是普通的風水陣 你知不知道呢 最多古曼筒 或者鬼仔 我們將正的邪的全部歸一類 最多的就是中國 中國呢 很不記得粗略估計 是過千萬的油 古曼筒 這個是有人估計過 是有人估計過 因為泰國出口 哦 有數字的 泰國出口去中國 加上一些中國油在那裡買 是啊 等等 是啊 但是他們並不是當做功德的 因為我都說他本身的理念 是你給一個無醫的孤魂 有個妻息之所 做功德做好事 那你做好事的 做得好 做得多的 那你的命運自然會改變的 但是呢 他們不是這樣想 他們就說我要猛猛猛猛猛 那所以呢 就猛到呢 那些黑衣的巫師 又越整越厲害 我見過完整的一個 綠角的 哇 整個BB可能是說 八個禮拜大 即兩個月大 然後呢 流產出來呢 最好的重要呢 不經產道 你剛才說的 即是不是生出來的 是打開肚子 拿出來的 哇 那你想一下兩個禮拜 兩個月大的BB 怎樣會把肚子拿出來呢 就是那個媽媽死了 你明白嗎 一絲兩命 那叫做母子靈 母子靈就是 買一個給一個免費 那我就很厲害了 那BB呢 就被風乾的 嗯 我見過很多 那個母親是被殺 還是被殺 還是自然死 啊 我們很難猜的 有些就說是吊頸的 譬如說 被一個男朋友拋棄 那個老公去找女人 拋棄棄子 然後媽媽看不開 連兒子一起吊頸 這個怨氣也很厲害 是 這種自殺死法 怨氣很厲害 我聽過 然後呢 或者浸死 什麼原因 總之呢 一絲兩命 那樣 那樣 我媽媽因為她的屍體太大 就沒有辦法製成六角 但BB也製成六角 嗯 細細乾燥燥的 一塊 嗯 嗯 我只認識一個泰國 一個中國 中國男生 二十幾歲而已 他有一對龍鳳胎 哦 在泰國買的 在泰國 對 然後他說很厲害 他說他洗澡都覺得有人站著看著他 他這樣解釋給我聽 他又不肯中國買 中國出產不了 做假 害怕做假 害怕做假 連這些都假 像猴子扮人一樣 大哥 連這些都假 不過這樣 中國其實都做不到這些事情 因為自從共產黨來了之後 很多這些事情剷得很厲害 他正的又剷 邪的又剷 黑的又剷 白的又剷 剷到什麼都沒有剷 阿養 我告訴你 如果你想落人降頭 不是說你 想淘寶就有了 你知不知 淘寶是打情降 這些 無術 無股 很多 說是無神論 只要是牽涉金錢利益的話 OK OK 不打壓 現在很多高官被人清算的時候 發現家裡有些古靈精怪 有些祭壇 沒有說什麼無神論 他完全沒有信仰 沒有的 完全沒有信仰 你剛才說的情降 我也聽過 落完之後 無論男的對女的落降 或者女的對男的落降 都會令對方對自己死心塌地 是否真的可以 我認識一個人 他被人落了 他就是去南養地區 經常出差 出差後被老婆發現了 老婆就發爛 就說你再去和你離婚 但不然你走 那男的 有小朋友 當然不是害怕老婆 愛於不想沒有小朋友 就真的沒有再回去 後來就病了 一直病 病到 醫病散盡家財 而且很有趣 我發現那個人 我認識的 他是有地域限制的 例如他落了那個毛術 他在他家裡範圍會出事 他對著他老婆會出事 但他離開家 去醫院他就沒事 很奇怪 找不到什麼病人 找不到 醫生後來懷疑他是不是精神病 後來又要用這些方法 去印尼 解降 不是找到當事人 找到別的師傅 跟他鬥法 即是拍戲 去解降 法力起碼要高於原先的才行 要不然就死了 好恐怖 另外我又聽說 娛樂圈有一種鑽石鋼 令自己 更加強烈 女生也好 怕自己不夠紅 或者想紅一點 下一種鑽石鋼 令自己更加強烈 改一下聲雲 沒有聽過 但行不行 我就不知道 總之 那我們主持人 要怎麼下一個給自己 嘩 不要搞我 總之 我回說回剛才那件事 就是 你找這些 這些都是有一種不知什麼力量 在做的 我們科學解釋不到 但不會白白幫你 其實你要知道 首先前提是 科學解釋不到 阿楊所說的 就是如果你不相信 最恐怖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覺得 無神論都可以 但如果你是科學 就是為本 什麼都可以 你覺得科學解釋不到 就不存在 一個完全的否定主義 就沒得說 這一集你聽完之後 就覺得 是這樣的 宗教也是這樣 但是 他怎麼說 他恐怖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要我去解釋 我就告訴你 是借助鬼神的力量 是 但是鬼神 並不是你世人的金錢 能夠滿足到他 他不是要金錢 你要知道 控制他的無私 掌握這一門學問的人 要錢 但是鬼神不是要錢的 是 鬼神要什麼呢 你就直接問不到他 好看他想要什麼 好像他要你的兒子 你不知道 你順口開河就麻煩了 所以你如果要搞這些事情 你真的要想清楚 最好 不是最好 因為你一定不要去接觸他 始終是你要付出一個很大的代價 無論是誠與拜 總之幫得來 你就要回報這樣 但是很多人 他去到那個位 他很迷惑的時候 他只能看到眼前這一關 我要過 自殺的人一樣 他在過不了眼前這一關 他就去自首 其實怎麼會過不了 沒有事情過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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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 感情等等 很多時候都是新外物 如果你是真的用一些旁門左道 甚至邪術的來幫自己過關 轉運 未來的下場都會相當之可憐 但是我剛才你說的鑽石說 我想說 你知不知道 我整天見真哭了 我都嘲笑他 因為他當年很迷戀的 一個他覺得很棒的 一個網台女主持 我又說 但是真的很多人都覺得他很棒的 那個女生 個個都被他電到雲陀陀 那個女生是自己認他拜護 而且那個女生是大陸背景的 她是大陸出生來香港的 她是大陸出生來香港的